被誉为疯狗的吕家村村长吕慈 不仅将家传的绝学如意境修炼的南风敌手 更是在他当村长的这数十年期间 让村子里的族人们都觉醒出了明魂术 他到底在续谋这些什么呢 吕家的明魂术与双拳手到底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就在吕公要开口大骂吕梁的时候 地牢的门竟被突然的推开了 看到来人后 吕公连忙开口喊了一声 太爷爷 出去吧 然而吕公刚跑出地牢 就发现地牢的门口正站着三人 看到这一幕 吕公连忙打了声招呼问道 大爷爷爷三奶奶 太爷爷他这是已经做了决定了吗 他会怎么处置吕梁呢 可三位老人却并没有回答吕公的问题 与此同时 在地牢里的吕慈却盯着吕梁半晌没有说话 片刻后 只见他掏出了一块手帕 竟给吕梁擦拭起了嘴角上的血迹 擦拭完了吕梁嘴角的血迹后 在吕梁一脸的猛逼中 就见吕慈突然轻轻地挥了一下手臂 随即束缚着吕梁的铁链 瞬间就断裂了开来 被摔得一脸猛的吕梁 痛呼了一口气后 连忙撇了眼履词说道 太爷爷 答应我三个条件 我就放你从这里出去 太爷爷你相信我了吗 杀死小欢的事 真不是我干的呀 相信你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 咱们村 所有觉醒了明魂术的人 都搞不定你 你背着我都做了什么事 我一无所知 你让我怎么能谈得上 相不相信你呢 但毕竟我是从小 看着你们这帮小崽子们长大的 你们是什么样的人 我还是有个大概了解的 我想就算杀死小欢这事 真的是你做的 大概率你也不是故意的 一听到这话 吕梁就连忙大喊道 太爷爷这是真不是我做的 可还不等吕梁继续说话 语词就一把掐住了吕梁的脖子怒道 那就证明给我看 我不是没给过你机会 你第一次被族人抓到的时候 如果不是有些人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你以为就凭你自己 能从村子里逃出去吗 可你逃出去了之后 却并没有去追查杀害小欢的真正凶手 而是居然跑去和那帮全性的崽子们 玩得不亦乐乎 我当时真的是左头无路了呀 放屁 你说你怕正道 畏惧咱们吕家不敢收留你 那么我就说三个人吧 天师傅的张之伟 人性实力 哪个我都比不了 小战的木游 可以说是在后背里 做事最耿直的一个了 还有陆家的家长陆锦 虽说我很讨厌这个人 干净地过了头 我从小就跟他尿不到一个湖里 但我绝不否认陆锦他是个好人 如果你要是真的委屈 你随便地去投靠他们 其中的一个 这三人虽说知道 我做事向来狠辣 但他们却都不拒我 他们也绝不会听信村子里的一面之词 把你给交回来 而且他们还都有 帮你追查真凶的能力 见吕良被自己给说得一阵语色 吕慈又继续说道 如果你真的是清白的 这三人才是你的上选 可你倒好 是不是 你自己都说不出你自己这么做的原因啊 那我来告诉你吧 因为你跟全性的那帮小崽子们是臭味相投 比起在村子里守着我定的那些规矩 哪有跟那些妖魔鬼怪们混在一起来得痛快 是吧 就算不谈小欢的事 仅凭这些 你这些天挨的揍就不冤 好了 三个条件 一 从今往后与全性一刀两断 再不能有任何的来往 二 从今以后跟着我好好地休息如意尽 让我休息如意尽 我怎么能学得会啊 音音已经试着教过我好多次了 虽说先天与后天的手段一起掌握极难 但也并不是不可能 而且 你小子 好像并没有听清楚 我在说些什么吧 你从今往后跟着我 由我来亲自调教你 剩下的最后一个条件 养好伤之后 你就准备准备跟东村的小琪结婚吧 小琪 东村的旅琪吗 这怎么能行啊 怎么就不行了 你还不满意吗 小琪的模样与品性 难道你还看不上吗 难道是因为他的如意境造诣颇高 你害怕结了婚以后挨揍吗 他可是我没出五福的亲戚啊 我记得倒上去 小琪他应该是大太爷的那一只啊 对 他是我哥哥的那一只 又怎么样 当年你大爷和你爷爷 还有你的三奶 他们嫁娶的可都是自己的同族姐妹兄 这个 怎么 你不答应吗 不 我全听你的太爷爷 可是太爷爷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呢 明明小欢的事 到现在还没有查清楚呢 小欢的事当然不算完 要是日后让我知道此事真是你干的 我自然会亲手弄死你 现在既然没有证据证明这是你干的 那么你就去给我把事情查清楚 难道你以为我放了你 你就真的能逃出我的手掌心了吗 说心里话 我打心底希望这是不是你干的 你们是不是都觉得我很辣无情啊 嗯 其实我也觉得我自己挺狠的 可是你们也要知道 在我心里 唯一重要的就是血脉了 咱们吕家的每一滴血 哪怕是你这种荒唐的家伙 我都是倍感珍惜的 听到这话 吕良心里顿时没来由地 升起了一股暖意 随即他便连忙开口问向了吕慈 对了 太爷爷 有件事我一直想问问您呢 你知道双拳手是什么吗 可哪曾想 吕慈听到吕良说出了双拳手后 竟是脸色突然地大变了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